diye 耐鸽形 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论一个刀 这个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 长歌的人生的成长是一次炼狱 是一次休息 是用无数次的死 换来了最后的一个 精神上的一种 入道最起码入了一个很大的格局 其实阿什纳斯的道 他就是想要拿下更多的战功证明自己 然后带着自己的音是越来越壮大 但在遇到长歌之后 可能他也会被长歌那种 拼命是四郎的精神所感染 也会被长歌那种心怀大义的那种精神所感染 然后再来就是阿纳的死 阿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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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public robots robots robotscommun pony 他就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 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道 其实就是天下能和自己身边的人基本爱好 领求一份安稳 认求一份安稳 姐妹之情 就是乐岳的道 到后来乐岳的道 我觉得让天下人 都能够过上好的日子 能帮助到皇帝 治理好整个国家 守卫打坊是他的道 我觉得魏淑毅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 第一他要笑 第二他要忠 我觉得他的道就是说我要想方设法可以开创一个太平城市 其实对吉利可汉他的道很简单 就是他的性格和他的情感 我觉得议臣的道一个他就是要复刑大随 一个道就是让儿子成王 杜如慧走的道是菩萨大陌 就是知道深入是知道 所谓道终归于人还是看看世间的好